今年的火星演唱会,在一首名为走,一起去看日出八的新歌中落下帷幕 将这首歌定为六场演唱会的收官压轴曲,是华晨宇在前一天才确定的 而另外一个隐藏版本是,如果今年演唱会并未达到华晨宇的理想状态,他会当这首歌不存在 出道,三千天,见到华晨宇这天,正好是他从2013快乐男生毕业,出道三千天的日子 在我们提醒下,他流露惊讶哇,真的,我已经做这行这么长时间了 下一秒,他笑道,嗯,是老艺人了,差不多该考虑退休了,全当玩笑话听听吧 事实上,这位老艺人无暇考虑退休的是 就拿最近来说,刚结束演唱会,华晨宇就马不停蹄投入到广告拍摄,活动准备中 甚至因为之前数月几乎全情沉浸于音乐,演唱会相关事宜,使得他欠下的其他工作格外多 演唱会后这一个星期,我基本都在还债 工作忙碌,但华晨宇状态算放松 起码,他不用像在演唱会期间那样,把自己严密的卡在一整套流程里 华晨宇,摄影功德辉,熟悉华晨宇的歌迷之道 他对于自己在舞台,尤其演唱会上的状态,有着极高要求 今年,由于演唱会场次多,每场阵线拉得长,他更是为自己设定了精确日程,上午9点钟起床,花一个小时健身,一个小时泡热水澡,散热,同时用各种方式开嗓 11点出发去场地,12点装发,两个小时后的14点,长约两个半小时的下午长演唱会正式开始 19点30分启动的晚间长演唱会于22点多结束后,再用一小时回酒店 洗漱完毕,最迟零点,华晨宇必须睡觉 我一定要保持那几天9小时睡眠,歌手只有睡饱,在舞台上状态才能好,所以我所有的时间都要卡得刚刚好 若说今年对自己的要求和以往有些不同,那几天我没有断食了,华晨宇常在演出期间采用断食方式保持嗓音状态,每天有在吃碳水 因为这轮演唱会消耗太大了,我必须保证自己的体力 演唱会舞台上的华晨宇,消耗的,其实不止华晨宇的表演体力,还有处理问题的精力 除了台前的歌者,今年的华晨宇还多了一个身份,火星演唱会总导演 这位小华导演操心不少,比如复盘就是每天演唱会结束后的必做之事 在从场地回酒店的一小时里,华晨宇的信息不停闪现在各个工作群中,今天哪里有问题,相关负责人必须解决它 又如,因为表演场地设在游乐园中,区域大不同主题的两个舞台相隔颇远 当华晨宇在小舞台唱歌时,而返出现了严实问题,观众的音箱会串到我的麦克风里,在进入而返后,听起来非常错乱 第一天,信号状况频发,甚至有一首歌信号突然断掉了,我完全听不见自己声音,只能清唱 这种事不能再发生